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天峰证券分析师顾明基最新发表的调查称,苹果已下修2024年Vision Pro出货量至40万至45万部。该公司在在非美国市场发售Vision Pro前,并开始砍单,代表美国市场需求下滑超过预期,使得苹果保守看待非美国市场的需求。 报告称,现在苹果也正在重新审视和调整头戴装置发展蓝图,故Vision Pro在2025年可能无新机型。然而,先前市场预估RH25或4Q25会推出新机型。苹果目前预期2025年Vision Pro出货量可能会出现年度同比衰退。 顾明基认为,Vision Pro的挑战在于不牺牲透视See-Thru的使用者体验下,需同时解决欠缺关键应用、售价与头戴舒适度的问题。 相较之下,VR虽然也是立即市场,但至少有已经被验证成功的应用游戏与趋势能见度优于MR。 顾明基指出,因手机的光学规格升级已放缓数年,投资人期待单价显著高于尽头的Pancake能成为光学产业的新成长驱动。 Vision Pro低于预期的出货量将让Pancake可见未来对光学产业的营收贡献低于投资人预期。 另外,Vision Pro M而头戴装置为Micro OLED的最关键应用。 在关键应用成长趋势不如预期下,Micro OLED大量生产与被其他小尺寸消费电子装置采用的时程将延后。 另外,虽然此前市场大多认为,苹果将为今年最新的iPad Pro机型换成OLED萤幕, 不过现在,DSCC执行长Ross Young进一步表示,传门中的12.9英寸iPad Air于5月发表。 而12.9英寸iPad Air将搭载mini LED萤幕,就像是先前的12.9英寸iPad Pro一样。 作为比较,现有的10.9英寸iPad Air采用LCD面板。 Ross Young认为,12.9英寸iPad Air将使用过往12.9英寸iPad Pro剩余的mini LED备料。 好处是,可谓iPad Air带来较低功耗的好处。 只是苹果现在并没有10.9英寸的mini LED萤幕, 这也可能也意味着,较小尺寸的iPad Air仍将继续采用LCD萤幕。 至于新iPad Pro机型将搭载OLED面板,换上新萤幕的iPad Pro将可免去背光模块, 让机身变得更加轻盈,且可实现更高的纯黑色对比度, 并提供与LCD、mini LED等技术相比的其他强化功能。 与此同时,早先就有传闻指称, 苹果正在研发一款搭载显示器的HomePod的产品, 而现在爆料人士又贴出了一张声称为HomePod萤幕零件的照片。 据Casutami Ito所贴出的图片显示, HomePod萤幕的部分可能会有一大块曲面玻璃覆盖, 几乎占据HomePod顶部所有表面。 此一零组件与先前泄露的带有曲面, LCD显示器的HomePod原型机相符。 其实,市场对于带有LCD荧幕的HomePod产品传闻已有一段时间。 据先前的报道显示, 苹果内部研发了多款带有荧幕的HomePod原型机, 其中一款看起来近似于亚马逊Echo Show的原型机。 至于HomePod的荧幕能提供哪些功能? HomePod顶部的荧幕可以显示, Apple Music与Apple Podcasts等应用中正在播放的媒体的基本讯息,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通知, 可能还可让用户接听电话或回复短讯。 早前TVOS17.4的原始码中, 也被人发现有更先进的HomePod原型机的存在, 该原型机的显示器尺寸与iPad mini 6相当。 至于带有荧幕的HomePod的产品, 不太可能会在今年内量下。 供应链方面, 连电共同总经理王石在法说会上表示, 第二季度, 随着电脑、消费及通信领域的库存状况, 逐渐回到较为健康的水平, 预期整体晶圆出货量将略为上升。 王石指出, 在车用和工业领域方面, 由于库存消化速度低于原先预估, 需求仍旧低迷, 不过,尽管短期间仍将受到总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压力的影响, 连电将在技术、产能及人才方面持续投资, 以确保公司能够做好充分准备, 迎接下一阶段5G和AI创新所驱动的增长。 据悉, 联电今年第一季度营收为546.3亿元新台币, 较上季的549.6亿元减少0.6%。 与2023年第一季的542.1亿元相比, 本季的营收增长0.8%。 第一季度毛利率达到30.9%。 归属母公司净利为104.6亿元, 普通股每股获利为0.84元。 王氏表示, 由于电脑领域需求回升, 公司第一季度的晶圆出货量较前季增长4.5%。 尽管产能利用率微幅下降至65%, 在成本控管及营运效率提升的努力下, 他们仍维持相对稳健的获利。 在电源管理晶片, RIFS对晶片和人工智慧AI伺服器系中介层需求的推动下, 使特殊制程占总营收的贡献达到57%。 另据微博网友手机晶片大人爆料称, 苹果正在设计自己的人工智慧AI伺服器处理器 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 预计在2025下半年量产。 消息指称, 苹果致力于开发专业的AI伺服器处理器, 这反映了该公司持续垂直整合其供应链的策略。 苹果通过依据器软体及应用需求来专门客制化硬体, 可以带来更强大、更有效率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自身有着庞大伺服器晶片需求的科技巨头, 都有在自研伺服器所需的处理器及AI晶片。 比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大厂, 在数年之前就有推出面向云端的伺服器、CPU和AI晶片。 去年微软也推出伺服器、CPU Azure Cobalt 100和AI晶片Azure Maya 100。 TI也发表了自研AI晶片MTI V1。 近期,谷歌也向Google Cloud客户推出用于训练AI模型的全新的TPU-V5P, 并发表了首款为数据中心设计的ARM构架XN CPU。 Meta也公布了全新的自研AI晶片MTI V2。 作为对标,苹果可以使用自家的AI处理器来强化其数据中心与依赖云端的未来AI工具的效能。 虽然有传言称,苹果将优先考虑推出设备端的AI工具, 但不可避免地,某些AI任务仍需要在云端进行。 假如2025年底,苹果成功量产其自研AI伺服器晶片, 并整合到其伺服器当中,将有助于苹果的人工智慧战略的顺利推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